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可爱年龄的小窝 我是万万,欢迎回来 今天呢,这篇美妆日记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战利品上脸记 画的是我脸上的这个妆容 用的是上一个Alta的白家笔记当中的这个新品 给大家打造的 那主要呢,是让大家从动作上看一下 这些彩妆品的上妆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以便于呢,大家收集更多的信息 然后去选择这些产品 如果你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 那接下来呢,就是让大家看到我素颜大脸一张 OK,我现在是素颜一张 脸很肿啊,现在是早上7点27 OK 那我用的这一个primer呢 是在Alta号里面买的这一个 BECCA的这一个叫什么 Backlight Priming Filter OK 比较Jelly的感觉 然后有一点点光感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脸上 的确很亮啊,跟刚才比 蛮害怕在我脸上就是 到中午的时候狂出油这样子的 所以我今天呢 抱歉 用的粉底液是 Georgia Armani的这个 叫什么 Power Fabric 在Alta买了这个 Real Techniques的这个钻石的 Sponge 然后我已经沾湿了 又捧个桌子了,抱歉 我已经沾湿了 然后直接 别让开 OK 我感觉用了这一个primer之后呢 我需要个镜子啊 我现在在看镜子 primer之后呢 雾面的感觉呢 变少了一点点 变少了一点点 有一种 有一种量子感 OK 这个海绵的弹性 我觉得是最接近Beauty Blender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然后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这一边这个眼睛 左眼睛的这个地方 黑眼圈变得很严重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用True Face的 Born This Way的 这一个concealer 然后我这个斑点 鼻子 嘴角 然后我用这个 不是Beauty Blender了 这个海绵 OK OK 下面是定妆 定妆呢 我用的是 抱歉啊 早上起来 好像嗓子有点卡住了 我用的是Cover Facts的 这个叫 Perfect Setting Powder 我是把Jojo Armani 那个退掉之后呢 换的这一个 OK 它这个呢 只有10克 也要30多美金 然后 就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一个这样 觉得这个设计还蛮贴心的 然后孔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把它倒到盖子里边 那定眼妆呢 我用的是这个Sigma Kabuki的这个F84 这个粉呢 我用过一次 这个粉呢 我用过一次 这个粉呢 我觉得还蛮好的 没有什么非常特殊的效果 但是最起码不干 然后也不会让我的眼睛的下面很干 这点是最重要的 对于定床分来说 然后全脸我用了Real Techniques的大的刷子 然后再来一些 然后直接扫在全脸 搞定 然后就是眉毛 那今天的眉毛呢 我用的是这一个No.7的 这一个Eyebrow Pencil 也是斜切面的这一个 说实话它这个刷子呢 比那个Burberry那个要好一些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比较喜欢这个刷子 我看这边啊 需要个镜子 我的这个色号呢 应该是它最深的那个色号 偏黑色的 非常的好画 它不是像Anastasia Beverly Hills 或者是Burberry那个 或者是Hourglass那个 非常非常的creamy啊 但是很好红 然后就是这个bronzer修容 我用的是这个Benefit新出的这个Hourglass Quickie Contour Stick 然后用Real Techniques的这一个Countour Brush 给它暈染开 干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啊 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点 但是暈染开之后你能够看到颜色非常非常的自然 没有 夸张 它定妆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下次一定要 一定要慢慢来 不能两个脸一块就是画一道线 感觉定的非常非常的快 我觉得比较适合Bronzer对我来说 大家认为呢 没有太多的阴影 然后我用的这个大的粉刷 我这样给它 上面本身还沾着粉 给它均匀一下 搞定 OK 暈染开之后呢 颜色就变淡了很多 如果你不太习惯这个的话 可以用Beauty Blender再去暈染 一样的 然后下面就是这一个眼影 我用的是LA Girls的这一个眼影盘 也是在这个上一个AutoHall里边 给大家分享的 我在用之前呢 所以用这个 Smashbox的这一个24小时Eye Shadow Primer 打一下底 大家看到它挤出来是带点肉粉色的 让它给我看清楚 带一点点肉粉色 稍微稍微的能够调整一下眼部的这个肤色 大家看到 稍微的调整一下 稍微的调整一下 眼头的位置 OK 搞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先用Real Techniques的这个刷子 眼泳刷水几号刷 我看看吧 就是Base Shadow Brush 然后我沾上上面的这一个cream 这个颜色打在我就是 整个眼睛的上边 set一下我这个 眼影搭底的产品 OK 抱歉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用这一个 还是用这个刷子 我沾上这里边的这一个 这个 最中间的这个颜色 扫在我 整个眼瞼的上边 然后暈染到Chris的位置 这个是珠光感的眼影 对 对 对 我用这里边的这个浅灰色 还是用高材这个刷子 然后从眼头 当然你可以用手 当然你可以用手 要使用刷子 扫在Chris下面的位置 提亮一下 下面呢并没有掉眼影的现象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这一个 MAC的这个双头的刷子 这边是228小头的这边 然后我沾上底下的这个 霧面的最深的这个颜色 扫在我眼尾 往前二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我再用这头给它晕染开 对 非常简单 然后说实话 这里边的这个灰色呢 我不太喜欢 这个灰色 然后你在晕染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稍微稍微有点卡粉 这样子的 哎 搞定了 然后呢我感觉我这个地方呢 回来我需要用手 沾上这个 这个颜色 稍微有点chocky的感觉啊 然后我给它压在我的这个 眼睛前二分之一的位置 可以这样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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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就是最浅的那个米色 然后我 清理一下眼头的位置 搞定 然后我再把这个给它晕染到一起 搞定了啊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 日常的眼妆 然后 下眼线呢 我先画下眼线 我用的这一个是 斯蒂拉的这个 也是在奥特的这里边 奥特号的里边 奥特号的里面是什么 就是奥特的这个 白家笔记里面 它叫Smarge Stick Waterproof Eyeliner 我把它画到我的下眼线 我没有画到就是 内眼线啊 我是画到贴着我的这个 睫毛的根部 然后一会儿我会用眼影把它晕染开 非常非常的好上色 然后 我用 刚才沾深色眼影的这个刷子 因为它上面本身就有眼影粉 然后我给它 圆软开 圆软开 这样子 搞定 A是这个液体的眼线笔 然后给它 画上来 你会明显感觉它的质感呢 非常非常的稀 非常的薄 可以眼线呢搞定 然后下面是睫毛膏 然后用的是Igd Cosmetics的这个Hero Super Hero OK大家看两个眼睛的区别 就是刷的睫毛膏 就是没有 然后 就是腮红 我用的是LA Girls的这一个 Just Blush Blushing OK 我用的是 Elf的 这个叫什么 Pointed Powder Blush Brush 很好上色 OK 搞定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点高光 先给我这个眼睛这个眉骨还有眼角的位置提亮一下啊 我用这个It Cosmetics的这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Alfred Alfred的这个高光 最上面的这个颜色 OK 轻轻的沾一下 我的妈 超级亮 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OK 对 这样好了很多 同样眼头的位置 用这个Wingos的这个铅笔刷 然后同样沾上这个颜色 超级亮 搞定 然后扫一下我的这个 脸部的提亮 脸部的提亮 不用是同样这个颜色啊 我有点害怕好像 有点特别特别的亮 OK 还好 还好 稍微沾一点刷子要轻轻的沾 否则 太太太亮了 现在已经很亮 非常非常的亮 很自然 嗯 很好的晕软开 我觉得还好 如果你要intense的话 这个高光绝对会达到那种效果 如果你很喜欢这种 非常非常intense的高光的话 它也会达到 一种效果的 很漂亮 Ophera的这个高光 很漂亮 口红我用的是亚氏兰黛的这一个 pure 什么 叫什么 pure color love lipstick 然后我的色号是430号 OK 非常的舒服 而且遮盖力真的很好 它不是雾面的 是creamy的感觉 把我的头发 放下来 搞定 OK OK 那今天呢 这一个新品上脸季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对哪个特殊的产品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 拜拜